降水偏少的影响 黑龙江呼马段开江日期可能提前 因此我们采取主动防灵爆破 本次爆破区域共分九处 爆破长度2700米 通过这次爆破 将大大降低灵迅发生的可能性 确保沿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身令下水面出现整齐化一的水帘瀑布 景象相当壮观 换一个角度再看一次深蓝色的黑龙 将结冰江面突然喷发出 好几层楼高的水柱 宛如水舞一般 这次难得的爆破行动 吸引了不少游客 特别前来记录着历史性的一刻 莫森比克遭到一代气旋重创 后近三个星期爆发了互乱疫情 通报病例已经超过了1400米